昨天有个小伙伴私信给我,他说他养的君子兰总是会烂根 烂根的原因我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自己养君子兰的时候也出现过烂根的情况 去年我有一颗君子兰就是因为汪水的问题 盆用错了,然后不透气,就是导致了它的烂根 可能大家会觉得君子兰是比较高大上的室内观赏植物 想要给它配一个比较好看一点的盆 我就是这样想的,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选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盆 然后香的金边,然后白色的陶瓷盆 但是它的缺点呢,我却忽视了 像这种盆的话,你看它只有一个这种透水孔 水浇下去的话,另出来是非常慢的 而且它的盆口又很大,然后又需要很多很多的土 但是呢,养君子兰的时候呢,它的盆是不需要太大的 大了以后你就要装很多的那个土 土一装多了,它的水它消耗不掉 那么必然会导致这种烂根 我一般性在那个新买来的小苗的时候呢 我都会选择这种就是加伦盆 因为小苗嘛,我想给它缓缓缓一下 而且就是让它长个一年或者半年 我再给它换这种,如果长势很好的话呢 我再选择性的给它换这种紫砂的盆 如果长势不好,那就再养养看 它这种盆的好处就是透水孔比较多 而且透气性也比较好,比较轻便 紫砂盆不用说了,它的透水性也是特别的好 它的两侧呢,都有这种沥水孔 而且下面的这个沥水洞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呢,是比较,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的盆呢,比较高 然后就是如果小的君子兰,君子兰摘在里面的话呢 就是会只长根,不长叶的情况 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我一般性呢,会摘比较大一些的 就是移摘一些比较大一些的君子兰 在这种比较大的盆里面 嗯,下面呢,就是最好给它垫高一些 我一般性呢,是用那个,就是玉米棒 晒干玉米棒或者什么 给它稍微的垫一下 对,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养君子兰的时候 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盆来养的 嗯,如果有美观实用 然后呢,价格又实惠的盆 记得跟小林分享一下 嗯,好了